Pasiccology 歡迎大家來跟我們一起研究學科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沒了的七災》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Cony為我們做個歧託 好,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高天的父,感谢赞美你 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去打开圣经,打开学科 愿意天赋你的圣灵,引导着我们去阅读天赋你的说话 好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末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也都让我们每一个可以预备好去营建主耶稣基督的回来 愿意神你的恩光都光照着我们每一位 多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在圣经的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 就总结了哈米吉多顿这个最后战役之前 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 圣经记载说 列国发露 地球上的事态的发展 和耶稣所描述的末日的情景 是非常之相吻合的 跟着就是上帝的愤怒 他的审判是以末了七灾的形式 降临在那些不悔改的人的身上 在启示录的十五章就说到 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 而碗里面就是盛满了上帝的大路 在七碗的灾还没降临之前 我们就看到上帝子民的未来 将来他们是站在玻璃海上 唱着摩西和高阳的歌 圣经就说 他们是圣哥修和修将 并贪名字数目的 这一切就不禁令人 回忆在红海边 那帮希伯来人 在那里欢呼庆祝 上帝击败了他们的敌人 埃及人 但这些胜利的圣徒 正是在启示录十四章 一至五节所讲的 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拒绝接受受的印记 于是他们在末了的七灾里面 是得蒙上帝的保护 接着他们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肉体就变化成为 不扭坏的 当耶稣基督带着能力荣耀 降临的时候 他们就加入了 伏的圣徒的行列 启示录十五章第四节 这里说 主啊 谁敢不敬为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的公义的作为 已经演出来了 人类就需要在上帝 和受撒旦所控制的巴比伦之间 各自要作出抉择 本来撒旦这个狂怒是受到控制的 但是将来他会好像被神解开一样 耶稣回来之前 他会肆意地破坏 侍意地攻击上帝的圣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跟着来的呢 就是末后的七灾出现了 不如我们来看看圣经的七灾是怎样说的 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 这个经文说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仗 大而且其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没了的七灾 因为上帝的大怒 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那撒旦搞破坏 然后上帝就大怒 然后就倾降七灾 是不是在那里逗谁恶一点 谁厉害一点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关键就是他第一句就说 天上有异仗是大而且其 是约翰他都觉得不是吧 上帝就是爱 为什么会降灾的呢 在一嘴上帝来说 情分恶人是一件奇怪的事来的 上帝爱世人 甚至要救罪人 那个罪人甚至是 他死在罪恶过犯中 上帝是怜悯他 可怜他 是爱他 都要拯救 为什么要降这些灾呢 是不是上帝说 我救你 你竟然不受我救 好 我就发脾气 就要惩罚你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呢 你说七灾 和之前的七号 都是一堆灾难性的东西 这些灾难性的东西 七号好像是 稍为局部性一点 但是 都是灾难性的东西 对于那个人来说 好像来到的审判一模一样 就是你的终结是怎样呢 就定了了 但是 七号呢 其实是希望一些人 看见原来不遵守上帝的吩咐 是有这个结局的 不听上帝的说 是有这个结局的 目的仍然是 作为一个警告 是要救那些 能够 可以听话的人 但是到了七灾的情况下 就已经是再没有这个联敏在了 但是七号为什么还有联敏呢 其实七号呢 我们看回前一点点 它是在第九章 和第十一章 就是这个七号 那第十章呢 还在说那个 有可能吃了小书卷之后呢 它说你要再说预言 是叫人继续传福音的 跟着十一章呢 是要量度这个的圣殿 跟着还有见到两个见证人 其实福音还是在那里传着的 虽然它是有这个灾难性的 是一个审判的 但是不忘是一个警告 希望那些人能够因而悔改 但是去到最末后的时候 人都不愿意悔改了 那上天就说七灾了 听起来是一种惩罚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七灾呢 那些灾难呢 好像这个 出埃及记的十灾 是很近次的 但是它的目的是怎么样 是为了 你不让我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就罚你 是为了这样吗 其实不是背后的意义 其实是为了拯救 就是让上帝的愤怒 发尽了之后 一层一层来 让你可以有这个 以色列人 因而得到拯救 这个是灾难 发出来的重点 而且我们看这个七灾 发觉有一个很共通的特点 就是 一些人被日头敲 要生毒瘡 黑暗 就是他们会疼痛 会抱怨 但是 不肯悔改 不肯悔改 于是让人看到 其实上帝是有恩典有联盟 他不如一开始 就给你一个永远灭 让人看到 其实 是这些人 不愿意悔改 不愿意接受这个恩典 我们接下来 可以再看启示录第十五章 五至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 启示录十五章 五至八节 他这里所说 此后 我看见在天上 那全发贵的电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 从电中出来 尊着结白光明的细麻衣 空间束着金带 四活物中有一个把性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远远 知上帝大路的七个金碗 吸了那七位天使 因上帝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月不了 这里第十五章第八节 特别提到一件事 就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这里就是宽容的时期的终结 现在我们经常说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恩典的时期 所以人也可以自由选择 我们也有悔改归于上帝的时候 但是刚才藤里里面所说到 七灾的时候 原来这一帮人 他们不悔改 他们不单止不悔改 我们看到他们还在奏马 蝕俗上帝 所以在这里看到 当基督在天上的终保工作 余结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我们说到 恩典之门 就永远的关闭 所以在当时来说 他说末日的七灾 是不会令到人悔改的 就是人们不会因为降灾 我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我要悔改 我要回上帝那里 到时他们不会的了 只会因为这样暴露了 那些选择巴比伦的人 他们多么铁石心墙 不是上帝不给机会 是因为当时他们 已经不再要悔改的时间了 他们就会更加对上帝 是会蝕俗和埋怨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提出一件事 在这个时刻 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其实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接受上帝的救恩 可以能够依靠耶稣基督 去登蒙拯救的 但是圣经说到 将来有一个日子 当这些灾难要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人能够进电的了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出 上帝那种的宽容 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要我们继续犯罪 得罪他 而是给我们机会 能够把这个 最后的时刻 能够得到拯救 这个七灾 我们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 上帝的拯救 是将显无为的 当七灾谈降的时候 我们知道 天上圣所里面 基督忠保的工作 是终止了 这些人 他是不会有再 悔改的机会 可以这么说 他也没有悔改的那种心 这个七灾谈降 就好像埃及十灾一样 当这个十灾谈降的时候 法老的心里 仍然是很干硬的 不过在 在谈过这十灾的时候 上帝的子民 那帮以色列人 是得盟上帝的保护 同样 在末后的七灾 这个七灾所降下来的灾 对于上帝的子民 他们是得到上帝的保护 不受灾难的影响 而受灾难影响的那帮人 就是那帮不接受福音 硬着心脏 不肯悔改的人 他们在埋怨 在那个时候 就算撒旦 巴比伦 那些反对上帝的宗教团体 反对上帝的政治团体 他们都不能够是为这些人做了什么 他们无能为力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的灾难 是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七灾的经文 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十六章 由第一节开始 他就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圣上帝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接着第二节就说 第一个灾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且毒的仓 生在那些 有受印记 拜受像的人身上 即原来是倾降下去的 但就不是普世姓 只是那些受了受印记的人身上 那这个恶而且毒的仓 那你们想去什么呢 是否埃及十灾的其中一个呢 或者是 是否撒旦曾经用在药白身上的灾难呢 那现在就轮到上帝 就是说这些灾难下去了 接着第二位天使呢 第三节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 与种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你发觉 第二第三位天使的灾 都好像是海变成血 种水泉源 江河都变成血 是否好像埃及十灾的第一栽 是什么 水泉源 显示哪个是上帝 上帝的权力在这边 接着我们看第五节 我听见掌管种水的天使说 色在今在的圣者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吸他们血渴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事的主上帝全能者 你的判断以灾成灾 你发觉 是从之前在祭坛中有声音说 你何时为我们伸流血的冤 很呼应的 接着我们再看回第八节 第四位天使 将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意所烤 就舍毒那有权 掌管这些灾的上帝之名 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及上帝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 首的座位上 首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仓 就舍毒天上的上帝 并不悔改所行的 你发觉 第四和第五这两个灾 就好像刚刚互为呼应 一个就是很光亮的日头 敲人 你发觉现在那些人 太阳太厉害了 就查多一层 美白还是什么 如果真是 臭氧藤穿了 保不回 然后在什么幅射射线 不停射下来 就再用太空衣 总有办法顶住 总之就不要赞美上帝 人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他们就要 舍毒上帝 舍毒那个有权 掌管这些灾云上帝的名字 和第五个灾的情况是一样的 第五个灾 就刚刚相反 就是没有光的情况下 是黑暗 就是 上帝就是光 但是世界就是喜欢黑暗 不喜欢光 但是你在黑暗的情况下 就是他要咬自己的舍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这个碗倒在哪个位置 在兽的座位上 兽是代表政权 兽的座位上 他这个政权是哪里的 你记得之前 就是说龙 就是把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 都吸收了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是不能够光明地 有光地去掌管自己的权势 掌管自己的权力 你在黑暗当中 怎么会舍头会疼痛 甚至要咬这个疼痛的舍头 是一个很奇怪的描述 虽然未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圣经》是怎样说的呢 舍头是人能够说话的一个工具 说方话的就是舍头 你能够说事 现在能够说夸大说话 能够说事的那个 却是发觉自己的舍头 出了问题 甚至 因为你之前做过这么多的事 是越来越做得 结果是不好的 甚至因为疼痛的 要咬自己的舍头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反应是很精彩的 他们不要灰改 他们仍然舍读在天上的掌权 舍读是什么意思呢 舍读就是他不是那个身份 不过他要做 甚至说原本那个做得不好 他要做得更厉害 跟竞派有关的显示 他就是上帝了 即使巴比伦是保护不到他们 在太阳或者黑暗当中 他们都是保护不到他 他很紧张地要掌握他们的权力 掌握他们的势力 甚至要说 我就像神一样 你不用怕的 总是快要倒了 我会顶住的 去到这个地步 其实我们知道在将来 这些灾会临到的时候 今天我们究竟如何 可以和上帝 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知道 当这些灾临到 我们是不需要具怕 因为纵然我们都会在痛苦里面 因为我们都会被迫白 我们都有机会见到我们的亲人 可能在这些受灾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帝的应许 和他的爱里面 我们可以胜过 在将来我们也可以信靠他 正如刚才阿藤提到 第五位天使的Joy 那个政治的势力 是变得黑暗 而且黑暗到的地步 他们本来可以说话 法师毫领的口都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说 他们咬自己的舌头 当舌头受伤的时候 还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容易 说话法师毫领当然是改变了 意味着这种势力 来到将来有一天 可能它是受到影响 没有办法再有发挥 那么政治势力失去了影响力的时候 又需要另一种影响力来代替 那么政治势力不能够发挥影响力 有什么势力可以代替呢 很可能出现的就是宗教的势力 来代替这个政治势力 而这种宗教的势力 它可能有一个情况出现 它要扮演上帝 来带领着整个人类 这种扮演上帝的角色 正如我们所读到的 它涉读上帝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接着这种角色的演变是怎样呢 正正在我们圣经启示录十六章 第十二节那里开始 就这样说的 它说到第六位天使把碗 倒在伯拉大学上 这个伯拉大学 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佑法拉底学 圣经有其他版本 都是用佑法拉底学这个词的 那河水就干了 要吸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 预备倒露 我有看见三个污蔚的灵 保障青蛙 从龙口 瘦口 并假仙子的号宗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歧视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上帝传闻者的拜日 聚集真战 十五节 看那我来像秩一样 那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恥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便叫中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华叫做哈米吉多顿 在这里提到 第六位天使就出现了一个很大震撼的场面 他在这里所描写 就是说到将来有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 在这个地方那里 世界上的力量包括了 这个从龙口、瘦口、假仙子口出来的污蔽的灵 就会聚集地上所有的均皇 均皇代表着什么 政治的势力 你要留意 这个从龙口、瘦口和假仙子口出来的污蔽的灵 像什么 青蛙 青蛙是什么的动物 叫两棲类 两棲类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棲息在哪里 水和陆地 在第十三章里所说的两只兽 首先出现的第一只兽 就是在海 在水里面上来 而第二只兽 就是从陆地上来 这种影响力是遍及全世界 十三章所说的那种影响力 而在十六章这里又重新再出现 就是说地上所有的人都因着这个邪灵 从龙口、瘦口和假仙子口出来的邪灵 是受到迷惑 喝了巴比伦大城的酒 他们完全是听了他们的话 听了他们说要做什么事 就是预备一日 聚集在一处 就叫哈米吉多顿 哈米吉多顿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圣经地图 你就会在圣经的加南地巴勒斯坦的地方 找到一个地方叫米吉多 米吉多本身是一个平原 没有一个叫他这个字 是米吉多平原 历代以来 米吉多平原也是一个战场 很多决定性的战争 都是在这个战场上出现 所以米吉多一直以来 被人的印象就是打仗 地上的战争 就是很多在米吉多这个地方出现 不过圣经就引申了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属灵的战争 如何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关键点就不是在米吉多这个平原上面 而是在米吉多平原旁的山上 而圣经这个哈字 其实就是代表着米吉多的山 米吉多本来是平原 为什么会有一个山 他说的是米吉多平原旁的那个山 那个山是什么山 就是加密山 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话 不难想起来 在加密山上曾经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时先知尔利亚召集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所拜的巴力的先知 齐集在米吉多山上面 即是加密山上面 他们就撤坛 他们就邀请巴力的先知 你建一个祭坛 我又建一个祭坛 尔利亚就跟巴力先知说 你在上面献祭 我亦都在我的坛上献祭 看看你的神是会阅纳你的祭品 还是我的神会阅纳我的祭品 如果耶和华是上帝 就应该顺服耶和华 如果巴力是上帝 就应该顺服巴力 在一场这样的较量里面 正正就是被人看得出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上帝 而一个这样的对抗 是引伸到末后都会同样出现 就出现在一个叫做哈米吉多顿的这件事上 当然不一定每日的日子 是会在这个哈米吉多顿的山 即是加密山上面 重新有这一次这样的对决 不过在属灵的意义上面 这种这样的对决 最后的分谁是真正的上帝 是会再一次出现的 所以就不是在地理上面 今天有很多人把焦点都集中了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今天以色列的地方 会有什么事情 政治、军事的较量 就会引伸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的末日 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哈米吉多顿的意思 有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不知道 但是绝对不是发生在巴勒斯坦 在地理上面 正义上面 军事上面的冲突 而是一场熟灵的战斗 因为正如圣经里面所说 他是污蔚的灵 从龙口、售口和假先知的口 他们是聚集 和上帝的子民作出对抗 可想而知 那个场面是多么震撼 其实我们可以不难明白 最后14万4千人 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意思 原来全世界人都要和上帝这班子民来对抗 撒旦很希望将上帝的子民 完全从这个地球上面消灭 没有人再会站在上帝那边 没有人敢再为上帝说话 这个就是撒旦的目的 不过上帝正正是留下14万4千人 要忠心等候上帝的回来 忠心遵守他的戒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撒旦他会用尽全世界的力量 在属灵的领袖带领下 去针对着这一班 坚守上帝戒命 站在上帝那边的子民 就是14万4千人 而展开这一场大战 之所以为什么 我们之前看到有这么多灾 你看得到 在埃及的历史记载当中 当时上帝的子民都被哪些人 在奴役中 埃及人 埃及人 埃及人是在奴役中上帝的子民 他们失去了自由 没有办法去自由敬拜上帝 今天我们未曾见到这样的场面 但是将来的日子 第二就是这些中心上帝的子民 就会面对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 全世界的人都要针对着他们 他们甚至会说 世界变得那么差 那么坏 那么不好 都是因为你们 不和我们合作 不一起去敬拜同一个宗教 或者用同一个方式 大家一起合作 而这班人由于他们不和他们合作 就成为了一个针对的对象 宿灵的战争 就是因为这样而产生 所以面对着一场这样的战争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很好的心理准备 你会想着你站在哪一边 你会想着听世界上的人的说话 因为你仍然愿意站在你一边 听上你的说话 继续去面对这场的战争 战争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我们小孩子玩泥沙 战争是很残酷的 是活付出血和性命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今天我们都要很了解 既然上帝已经将门后的事 其实经过圣经去告诉我们 其实没有一样的隐瞒在里面 我也看到魔鬼撒旦 其实在将来里面 他都会用尽很多的骗局 去骗上帝的子民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 究竟摆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 会看一些的人 或者机构 或者一些牧者 但是圣经里面都教导我们 其实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信靠这个创始成终的上帝 我们将我们的眼目 定睁仰望我们的上帝 我们再不是将目光去看人 因为看人是会跌倒的 我想再补充多一点点 刚才我们说到巴拉大河 巴拉大河怎么会引用巴拉大河呢 我们不难明白 原来圣经的历史 其实日光之下无身事 你要记得 在巴比伦王 巴沙撒 巴沙撒王的时候 他是最后的巴比伦王 在圣经里面记住 他的灭亡 那个情景在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要了解多一点 我们就会明白更加多属灵的意思 在当时候 但以利的时代 巴沙撒王在一次的宴会当中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针对但以利 他就叫人 在那个国家的那个夫妇里面 就拿了当时候他们从耶路撒冷 圣殿里面 拿了来 抢了过来 那些这样的器物 来喝酒 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将一些神圣的东西 拿来 是要侮辱他 那么 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看到 在墙上 突然间有字 写出来 这个就是上帝 对白沙撒 对巴比伦的 那个审判 他们的日子到 那 发生日子到 那有什么事呢 原来就起起那晚 本来有一条河是保护着巴比伦大城的 让它能够和其他地方做贸易 也都靠那条河 来到保护那个城的 保护城河 是的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的 这条河 突然间那晚干了 一路以来是给他力量 给他支持 给他经济利益 这条河突然间干了 为什么会干了 原因就是 马代波斯的军队 在很远的地方 他们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坑 将那个 巴拉大河的水 就引入了那个坑 那原先用来保护着 这个城的那条河的水 突然间没有了 大家会知道 就是他们那条河 本来是穿过那个城 是进到那个城里面 然后就从另一边出来 就是由于没有那些水 那些军队就很容易 在那个河床那里 就走进去巴比伦城里面 而进到皇宫里面 就把白沙杀杀死了 这个这样的记载 正正就是预表着 将来所会发生的事 将来这种熟利的力量 这个巴比伦 其实它本身是靠着河来保护 我们还讲过河水 是代表着什么 人口更多 人口更多 很多人来支持它 它才有一种力量 但当这种支持的力量消失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 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时候 就造成了它这种势力的衰亡 在这个历史上我们看到 真的 巴比伦灭亡 是由于波斯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有一个皇帝 我们叫做告老师 或者是圣经有时候 叫古列 是吧 在我们看看圣经的 启示录的 十六章 第十二节 这里是这样说的 第六位天使 将碗倒在 这个 有法拉底河 上面河水就干了 就要吸 从日出 之地所来的纵黄 预备道路 当时 波斯王 古列 如果我们来看看 在以赛书第四十四章的记载 他就由东边 而来 是 灭了巴比伦 那这个呢 也说到 将来 耶稣基督 带着他的众天使 众天君 从这个日出之地 而来 是拯救他的子民 我们知道 当时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是在 巴比伦帝国那里 是受奴役的 他们 从 耶路撒冷 把这些人捉了去 不让他回去 但是 当这个 古列王 或者 高鲁士王 这个波斯的大王 他 就容 让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拯救 以色列人 可以这么说 让他们回去 建立他们的耶路撒冷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 预言到 将来 耶稣基督 带着众天使 众天君 来拯救 他的子民 不单 只单单 是这十四万四千 还有呢 就是所有历代以来 得救的圣徒 他们都会复活 他们变成不扭坏的身体 他们被接升天 他们与主同在 这个呢 就是 拯救 虽然 奇牧师刚才你说到 在末后的世代 所有的人 联合来 对抗 上帝 甚至乎 要消灭上帝的子民 但是 他们消灭不了的 因为上帝 是保护着这些人 上帝始终 都要拯救他们 而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骗局 是怎样呢 他说 由龙口 瘦口 和假先知的口里面 出现三个 污秘的灵古像 青蛙 龙口 瘦口 和假先知的口 其实 你发觉是相同的 还是不相同的 有什么相同 有什么不相同 相同的呢 相同的呢 就是由他的口 并不是龙爪 瘦爪 假先知的爪 是口 口代表什么呢 就是他所说的说话 他心里面的意念 他所发挥的影响力 那龙呢 就版面居马 就是这个 撒旦 或者是 二教 招魂术 他们为什么 能有一个 污秘的灵 从他的口里面走出来 诶 瘦是代表一个 政治的势力 诶 为什么又是一个 污秘的灵 从他的口里走出来 跟着 甚至那个 假先知的口 或者是叫做 背道的基督教 都是有一个 污秘的灵 从他的口里面走出来 哇 相同的 都好像青蛙那样的口 结合在一起 对啊 发生的是什么作用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拉票的作用 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 斗争要来了 这个哈密吉多顿战役 要开始了 朱黄要结集在一起了 你要选择站在哪里呢 那么 最好的方法就是 打开电话 看看 哪里 这部电影 多人看 这家餐厅 多人吃 那些食品是怎么样 就是人家的反应最多是哪里呢 你懂得选择 这个不好吃的 我这次就不去 这部电影不好看的 我就不去 但是 龙口 假先知的口 售口 全部都 異口同清地 聚集了 讲同一样的东西 那么 你能够被他欺骗的成数 就会很高了 所以你在哈密吉多顿战的时候 在要决定 你是 哪一个是真神上帝 的时候 你站在哪个阵营呢 是很重要的 我们 都已经提到 哈密吉多顿这场的战争 它并不是一场 是叫做 地上 武力的战争 不是一场 军事的战争 那是宿命的战争 这场战争里面 正和邪 是摆得明 是没有办法 是有 没有共存的空间 没有妥协的了 是的 没有妥协的了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扮演着 巴力先知的 那些恶势力 正正就会跟上帝的子民 来一个对决 当然了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一位伊利亚走出来 但是 正和邪 这种对决 很明显地 是摆在将来 我们所要面对的 一个时空当中 我们会怎么去预备呢 还有就是 留意 在 第十三章里讲的 有一幕的情景 亦都是在以前加密山上 发生过的 那幕的情景就是什么 有火 从天上降下来 这个标志性的动作 是预表着 连上帝的子民也有机会被迷惑的 你不要以为 看见神迹歧视 就以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力量 善良的力量 因为 魔鬼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小心 所以 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更加要清楚 圣经里面所说的 更加要留意 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战争 最后这个场面 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受到迷惑 我们软弱了 我们离开上帝的阵营 我们就很大事 所以 一听到哈密加多顿战役 我们就会想到 地上打仗有很多地方 就是中东 火药库 而且 那里打仗 都好像跟宗教有些关系 圣经说 哈密加多顿 还不是看着那里 但是 他们打了 幸好 打完之后 还有渣拿 你就会觉得 这次不是哈密加多顿 但是 又再打了 这次又不是哈密加多顿 什么时候才是哈密加多顿大战呢 其实你再打来打去 最重点 最终结的 上帝要处理的问题 不是蚊子的那个 不是说 谁打赢 谁打赢 不是看这些 不是看哪个恐怖有力 而是看哪个是上帝 哪个跟从上帝 哪个不是跟从上帝 哪个是撒旦 这一个分野 去到世界末日之前 还不是要处理的 是这件事吗 不是我之前的那些散装的游击 那些打仗 是一向都打 一直都有打的 但是你去到世界末日之前 要决定 哪个是上帝的子民 哪个不是上帝的子民 将羊群分开做 在右边和左边 绵羊和羔羊 要将它划清界线 山羊 对了 对了 山羊和羔羊 划清界线 分到这个是有上帝的印记 这个是有撒旦的印记 是要把它分开清楚 这个是战争 当然是战争 是一个善怨恶的大战 在哈米吉多顿的战役里面 我们看到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任何武器 我们也可以看回 启示录第十六章里面 第十五节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们一起再看看 他说 看啊 我来杖贼一样 那竟省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 羞耻的有福了 这里 其实又无故说了一个 看守衣服 免得他们赤身而行 这里 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 第七至九节 也有说到这个衣服是什么 我们可以揭去看看 看守衣服第十九章 第七至九节 他这里说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羞耀分取的时候到了 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 结白的世麻衣 这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矣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 赴羞耀之婚言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上帝真实的话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启示录里面 他说白衣就是象征着基督的义 原来我们在这一场战役里面 我们不是没有保护的 这个保护也很重要 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里面 他站在这个危险的战役里面 一个很稳固 怎样可以站立得稳呢 就是倚靠基督乙袍 披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 他这里说我们要用羔羊的补血 去把我们的衣服洗减 洗得又热又白 唯有那些以圣经的真理 来到巩固自己心灵的人 他们才能够在最后的大斗争中 站立得住 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一个严重的考验 就是我们是否信从上帝不信从人呢 那使徒保来 只望到每日的情形呢 就这么说 他说 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三节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现在已经到了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们不喜欢圣经 因为圣经的真理呢 是干涉到他们的爱好 他们喜欢罪恶 他们贪爱世界的私欲 但是圣经告诉他们 你不可以这样做 那于是撒旦呢 就要将他们 所喜欢的东西给他们 是欺骗他们了 既然你不喜欢圣经 我就给其他东西给你了 但是上帝呢 就必要呢 使得有一帮人 他们呢 继续的是 维护圣经 并且呢 是以圣经作为一切教义 和标准 和一切改革的基础 至于那些学者的见解啊 科学家的推论啊 宗教的会议 所定的那些规条啊 议案啊 以及很多人的意见 这一切其实呢 都不应该作为证据呢 来到确定或者反对呢 任何一项宗教的信仰 何况你看到世界上的宗派有很多 各个宗派他们的教义呢 都五花八回 在接受任何道理和教训之前 我们应该问一问 他是不是以耶和华 如此说作为根据呢 在这个世界的大骗局里面 最惊人的一幕 就是撒旦呢 要化身成为基督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华尔伦弦之争的一段说话 这巨大的骗局之中 最惊人的一幕 哪是撒旦亲自化妆为基督 教会 狗意声称他 仰望救助的福林 作为他一切希望的最后实现 这时那大骗子撒旦便要出现 使人相信基督已经来了 撒旦要在许多地方 以辉煌和威嚴的姿态出现在人面前 保障先知若汉在启示录中 所形容上帝而止的样式 他周围的荣光是肉眼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于是海船立喊要响切云霄说 基督已经来了 基督已经来了 众人要俯伏在他面前敬拜他 他也要用文雅磁场的口吻 说出一些救主从前所发表 亲切的属天的真理 他先知众人的疾病 最后便要冒基督的名 宣称自己已经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 并命令人人都要守他所赐福的日子为圣日 他又说 那些坚持遵守第七日为圣日的人 正是切读了他的性命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所差来带亮光与真理 给他们的天使 借乃是最强烈而压倒一切的大欺骗 今天我们从卫斯姆的善恶之争里面 看到这个大骗局 这个骗局今天我们都要坚守 因为安息日 我们知道我们是敬拜上帝的日子 是属于上帝的日子 神给了这个自由 以致我们 今天我们坚持的时候 到末日这个大骗局 我们就不容易被欺骗 所以整个啟舍路里面 都为了准备了我们 要面对这个日子的时候 向我们发出这个警号和提醒 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日子 我们为了这个日子做了多少准备呢 这个善和恶的大道争 最劇烈的就是在我们今天 刚刚所读到的 哈密加多顿这个战场上 准备出现 而属灵的真战 其实不仅仅在将来日子才出现 今天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是面对着挑战 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是在练兵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 为将来做准备呢 其实今天我们的练兵 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 好好地和神建议这个美好关系 衣服不是穿一天的 我们是不断地 将基督的义袍放在我们的身上 好好地为将来的日子做这个准备 免得在赤身露体 没错 耶稣基督 是向当时的老弟家教会 发出了一个呼召和勸念 他们以为自己富足 以为自己一无所缺 但是正正就是他们自以为自己最好的时候 就是他们最缺乏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在启示录的第三章 在第十八节 这里就这么说 耶稣就这么说 他说 我劝你向我买火莲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我们要有很清楚的属灵的目光 能够是看到将来这个欺骗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受他欺骗 当全世界很多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的时候 我们就要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标准 是不是上帝的吩咐呢 当那个假装好像基督这样的这个魔鬼 他来欺骗世人的时候 他说 把这个安息日改变 但是 在圣经里面 是不是真的已经这么说 各位 主纳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以圣经作为我们的信仰基础 下一个星期呢 我们就会研究 審判巴比伦这个题目的 希望各位朋友 我们继续一起回来 一同研究学科 让我们在真理上面 爆基础 在我们结束之前呢 我们请 嘉妮为我们做一个萨妹的提讨 好 让我们低头祷告 慈爱高天的父 今天我们看到神你为我们预备 这件的仪袍 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穿上 让我们可以在末后的世代里面 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天父 今天就求主 你感动我们每一个的心 让我们由现在开始 我们都可以预备好 我们连于元首基督 我们能够看到神你所为我们预备 在最尾线的 让我们在这个大欺骗来到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被欺骗 我们都能够有神你的智慧 你的聪明 更重要的 我们从圣经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你的吩咐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愿意的心 天卑的心去到跟随 我们远将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姊妹 恭敬的交上 愿神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生活 带领我们每一天与你更亲近 我们感谢主你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命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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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